请记住 辉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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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不是黑店吗 江主 你放心 我们已经查过了 最无疯的问题 上回你也说没问题 这回不同了 我们天地会有分 堕在柳州他们已经帮我们查过了 乡主可以放心 绝业 你们到了多久 已经有两天了 两天 情况怎么样 柳州已经不是吴三桂的 势力范围之内了 所以托绝业鸿逢 一切平安 这样安心了 好 我们现在进去 吃个饱 睡个够 堵个够本 来 有什么事吗 我们聊聊天 我觉得我们这几天 只顾着赶路 都没机会说话 对了 那几个骰子呢 你一定扔掉了 才没扔呢 在这儿呢 你没扔啊 一直在她身上 你知道吗 这几个骰子 是我们的红娘 你真的拿她当宝啊 你还记不记得怎么执啊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你这么聪明 一定记得 那这样吧 我们只骰子比大小 如果我赢了你 你让我亲个嘴 如果我赢了你 不是 你赢了我 你就亲我的嘴 不玩了 我们玩嘛 好了好了 我们不玩亲嘴 玩打手心 她是谁呀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只骰子 你看不到吗 只骰子 山东半夜孤男寡女 在房里纸骰子 你快说她是谁 你快点说她是谁 说她是谁 你快说 你快点出手啊 怪你屁事 你名字给我说 滚开 我呀她是谁 好了好了 我说了 快说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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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个是外高人 我们三番四次逃过大难 全都是靠她 要不然早就被 吴桑贵给杀了变成 孤灰野鬼了 你看她 弱不惊风的样子 她是诗百高人 那我就是九天玄女的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玩手了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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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了 怪你什么人哪 快放手了 你怎么动手动脚的 是啊 我就是不放 怎么样 怪你屁伤 你 你 算了 算了 放了她吧 她 到底是公主 你别难为她了 看什么看 人家高人叫你放手 你就是不放 人家才会出手的 高人 你的武功真的很高 来 秀我为徒吧 教我武功啊 我不会教人哪 高人啊 我真的很想跟你学武功啊 你教我吧 我知道了 你那些选我的功夫底子差 我会很用心学的 还有我叫皇帝哥哥 封你做大官 再赏你很多金银财宝 最要紧替你找个金贵 人家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先回去吧 要学我也得明天学啊 我还要跟曾高人商量 怎么对付吴三桂 你明天再来吧 好 就这么销定啊 曾高人 我明天一定来找你 走吧 你不用理她 她是个疯子 我也该走了 你真的不用理她啊 说真的 我出来这么久了 师父会很担心我的 你也知道 师父一直不喜欢 我跟朝廷里的人 打交道 更何况 还要做公主的师父呢 如果你走了 双儿回来看不到你 她一定会很失望的 来日方长 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见面的 你叫双儿保重啊 来 指傻子 住口 坐下 小宝 你快点帮我 把这么多人找回来 我真的很想跟她学武功 天大地大 你叫我上哪儿去找她 我不管 总对你一定要 把她找回来 你跟她那么小 不会不知道她在哪儿来 坐下 人家的名字叫曾高仁 对不对 行踪自然高来高去的 所谓来无影去无踪 她今天走了 不表示她以后不表示她以后不会回来嘛 真的 当然了 总之你记住 她走了 不表示她不回来 她回来 不表示她不走 来就是走 走就是来 懂了吗 奴才参见公主 参见违爵爷 进来 温哥爷 不好了 赵七贤和几个侍卫被人扣押在杜方里呀 什么 哇 双腿发抖啊 然后就奉上三千两啊 赌方有银子往外送这么好玩 本宫要求她 哎呀公主 哎呀 你惹了那么多事情出来 别再叫奴才为难了 好好歇着吧 好 我憋出病来 唯你试问 你们是不是收了人家银子之后还闹事 都是照其嫌不好 拿了人家银子 也没谢一声 还警告人家 后来那有个胖子赌客看不过去了 哇 一出手 就逮住我们六个兄弟 他叫我回来跟韦爵爷说 带银子去赎人 江湖上有一句话 叫做斩竹莫伤损 你们是过分了一点 好吧 我就陪你去一趟吧 多谢爵爷 不过 这个胖子的武功很高强 最好是带他一两百个侍卫 陪着去那最好了 不用了 要是再被人逮住 输你们都把我输穷了 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路 胖头头和陆高轩武功很好啊 行了 我出去随便挑两个侍卫 跟我一块去就行了 柳阿高和阿六了 连开十把的 我就不相信这把还开大 我偏偏埋小 是他 那你输定了 就是那个胖子 得住赵琪贤他们不放 奏功很高强 我说会开小巴 我输掉的银子 一把银回来了 输了啊 笑得这么大声 白龙石 我早就料到你回来 师兄 瘦头头 给我 给什么 你先放给我 把报台已经完的解药给我 解药 我怎么会有 你是白龙石 一定有 师兄啊 冷静别 放了白龙石再说 我不放 除非他给我解药 我哪来的解药啊 我要自己就吃了 你为了毛洞珠是不是 不错 快救他 你一定是吃了解药 好 我先杀了你 再把你炼成解药 你疯了 我这么大个人 怎么炼成一颗解药啊 跟我走 好 算了 师兄 我命大 要不然就变成人肉解药了 炎痣 救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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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下巴 看你往哪儿跑 走 我居然不会游泳 解药 给我解药 解药 大老师 现在怎么办呀 行了 放心吧 我会给他想办法 小东带我去 是 三明儿 有没有好一点 嗯 我没事了 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 那么长的剑刺下去 疼都疼死了 为兄弟 用不着担心 只皮外伤 负几天药就会好的 那最好了 对了 你怎么会骂出来的 你不是派人去五台山通知我 你回到京城了 我就马上到京城找你啊 到了京城呢 他们说你去了云南 当什么刺婚使 我就马上赶到云南找你 到了那儿呢你已经离开回京城 我又马上赶路追 今天才追到你啊 傻丫头 你这么跑来跑去 大江南美都让你跑遍了 今儿你在京城等我不就行了 不行 吴三桂那么阴险毒辣 要是害你怎么办 我怎么能坐着等啊 双尔 你对我真好 双尔 你还认不认得我 你 一范之恩永迹不忘 一范之恩 我认得你了 你终于认得我了 你们知道吗 我吴六七一生之中 有两个大恩人 第一个就是双尔姑娘 当年对我一范之恩 第二个就是陈总做主 对我的当头棒喝 只是一碗冷饭吗 虽然只是一碗冷饭 在当时就好比雪中送炭 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哦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以前看到你 总觉得你很讨厌啊 可是今天看到你 又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好人 唯兄弟 其实我也有同感 现在大家都是天敌会的人 真是难得 在我们会里面 有很多人夸你 说你年纪轻轻 就立了几件大功 其实我一直很想见你 你过奖了 我们天敌会 要是多几个 像唯兄弟这样的人才 那反清复明的大业 便指日可待 吴大哥 我们天敌会的兄弟 个个都说你了不起 我师父也常提起你的名字 真的 记得两个月前 我出去办一件事 差点失手 几乎没命 当时我在想 就这么死了 有三件事 我会觉得很遗憾 第一件事 我不能够看到 反清复明的一天 第二件事 就是看不到 对我有疑犯之恩的恩人 当面谢谢他 第三件事 就是没有机会 看到青木堂的小英雄 没想到 我除了可以保住性命之外 还在一天之内 看到我的大恩人和小英雄 以后就算死 我也觉得无憾 吴大哥 我有支火枪 我拿着也没有用 甘索送给你吧 你在外面办事 有支火枪防身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可以的 要是拿我当兄弟 就收下他吧 好 谢谢你 韦兄弟 原来你是受了总多主之命 暗中来保护我们 怪不得会突然出现救了乡主 我在赌方看到那个胖子 他逮住几个侍卫 还大声说要见韦小宝 我怕他对韦兄弟不利 就在赌方跟他对赌 一块等你来 幸亏他在这里 要不然 今天我就变成人肉解药了 那个胖子是什么人 他一会儿给你要解药 一会儿叫你什么白龙屎 那个胖子 是我江湖上的一个朋友 因为他老乡好中了毒 所以他才急得发疯 你别怪他 他也很可怜的 对了 韦兄弟 如今我们抓了郑克爽 该怎么处置他 还用说吗 干脆杀了他 替官夫子报仇 不可以 为什么 总舵主交代 郑家是我们天地会的主子 不管郑克爽再怎么不对 我们也不可以杀他 否则就有势主之险 天下人将会如何看我们天地会 不错 为了顾全大局 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以免坏了大事 既然如此 还是放了他算了 我们日后再向国庆野 臣民整件事的始末 请他为老夫子主持功道 随便了 随便了 现在把那个小子带进来 是 走 走 走 当时你杀老夫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落到我的手里 官 官夫子不是我杀的 是我师父冯夕范杀的 你胡说什么都行了 你听我说 真的不是我杀的 听我说呀 现在我们天地会大人大量不杀你 但是我警告你 你以后不准再见阿克 你一个眼睛看到 我挖你一个眼睛 两个眼睛看到 挖你两个眼睛 再拽掉您耳朵 听得没有 听到 听到还不出去 谢谢 谢谢 屁 走 走 贪生怕死 国庆野的后人怎么会这样 就是为了救那个毛冬珠 居然做这种傻事 教主怪他拿不到经书 不肯跟他今天的解药 他体内的都已经开始发作了 我受过那种苦 那种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感受 我很清楚 白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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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的伤呢也不轻啊 你朋友的掌力好厉害啊 一掌居然能封了他几处穴道 而且他避穴的手法很特别 我也没法子解开啊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身上真的没有解药 你又不是不知道教主的脾气 他怎么会多给我解药 我可以不计较之前发生的事 可是你要答应我 别逼我 还有啊 解药吃到肚子里头 再拉出来什么都没有了 你别把我抓去做什么人肉解药 你们两个出去吧 顺便帮我叫那位吴大哥进来 是 我所以救你 老是说是看在贱宁公主的份上 你到底是她的亲生老爹 好了好了 别再盯着我看 我全都知道了 我念在贱宁平时对我不错 我才救你的 你别恩将仇报 喂兄弟 吴大哥 他是我江湖上的一位朋友 刚才他也是不小心把你打伤的 现在他来帮你疗伤 麻烦你吴大哥 有狼啊 我现在替你施针 助你打通境外 老家的 居然为了女人弄成这个样子 你可以说是一个大情人了 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呀 所以我说 英雄难过 媚人关 多情自古空于恨 你还有这个心情跟我对施 不过我也明白 因为我也是为情所困 情为何物啊 你现在可以运功 试试打通你闭塞的几个穴道 那就没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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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兄弟 你到这边来 我有几句不重听的话想跟你说 什么事 下着大者为国为民 抛刀炉洒洒血 何等豪情壮志 你不该为了儿女私情所困 你要听我的话 哇 你也在背试 回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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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不好了 不好了 那位阿柯姑娘啊大发脾气 她不肯吃也不肯睡 现在还弄伤了自己的手 那怎么办 我还好没事啊 可怜可怜 你快叫人炖补品给她吃啊 还有啊 无论如何就请到她吃为止 弄伤了是不是吃鞭鱼汤好啊 对啊 炖鞭鱼汤给她喝 一定要看着她 别让她再受伤了知道吗 哦 快点快点快点 哦 我现在就去 不放心 我还是自己去看着她 哎 喂兄弟 儿女私情只会误了大事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有没有试过很喜欢一个人 哎 就是没试过喜欢过一个人了 你不会明白那种滋味是怎么样呢 总之你不能这么沉沦下去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有没有听过情比金尖 比黄金还尖多难得 你有什么办法不沉沦 你听我 你听我说 你不会明白 你不妨找个女人喜欢她 你就会明白我说什么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呀 我不会看着你就这么沉沦下去 我现在去杀那个女人 那你以后就不会这么痴迷了 妹妹不要 你叫阿柯姑娘 干什么 我杀了你 走 受下留情啊 阿柯呢 被冯夕班救走了 吓死我了 冯夕班竟然会救我老婆啊 我不管你了 可真够险的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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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说什么会把曾姑娘找回来 这么久还没找到 都说了她行踪飘忽 总之她要来 你自然会见到的 如果她几十年后才来 我就变成老太婆了 怎么学啊 好可怕呀 谁呀 那是我的亲兵 亲兵 你这个狗奴才 见到本宫还不行礼 你叫她行礼 你小心受不起呀 我堂堂大清的公主 狗奴才像本宫行礼 是理所当然的 好 为什么受不起 会去哪儿来批呀 你 王贵 你小心折服 不 我都说你受不起了 差点连我也害死了 邪门啊 这套很邪门啊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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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你快进去吧 要不然一会儿再打雷 把你劈成两半 走啊 你们几个回到神龙岛 就向教主禀告 就说那几本经书 我已经有头绪 正在加紧追查了 请她老人家 先浮涌响 授予天旗 一切放心吧 知道了 白龙石 你呀 记住 要忍哪 我拿到经书之后 一定带毛冬珠 向教主求情的 谢谢 属下还有一事想求 求白龙石 好好照顾我女儿 尽宁 你舍不得她 为什么不跟她相认 何必相认哪 她现在贵为公主 又有几亿美食 多好啊 要是乡人 就要依照教规 要她入教的 我和冬珠所受的苦 难道还不够吗 这倒是 不过我还是担心 康熙把她架得云南那么远 不知道是不是对贱宁不利啊 不会 对 王帝也不希望这件事 张扬出去的 而且他对贱宁 还有份兄妹之情 你放心吧 我也会照顾他的 不会有事的 我就送到这里了 保重白龙石 你们也保重 还有啊 麻烦你们帮帮忙 帮我照顾方仪 好 好 好 后会有期啊 白龙石 后会有期 是 你就很久没这么悠闲 自在逛大街了 绝言 你是贵人吗 贵人当然是忙了 你当然是忙 阴 这个字我认得 是烟花地 打着招牌是烟花地 你们两个也憋了很久了 跟我来吧 走 干杯 喂 大爷 你不是说把酒当水喝 你这么快就不喝了 好了 好了 我怎么会骗你呢 没问题 总之我们今天要喝个痛快 喝到天亮 天亮 来来来来 我们干杯 还有你啊 说他们三岁以后就没罪关骗人 骗神骗鬼也不敢骗你啊 来倒酒 喝给你看 您大喝了 喝你了 好了 没问题 喝酒从来不啰嗦 不要再吐嗦了 我就干杯给大家看 好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真没用啊 这么快就醉了 我喝给你看 好 两个都醉了 来来来来 咱们救回垂牛 我跟你喝 官人 请你庄重一点 什么 这里是妓院 一咬庄重 对不起啊 我们怕会犯了会归 会归 你们都是粉头啊 有什么会归 哦 胭脂会还是红粉会啊 干什么 干什么 地剑山岗 一派西山千古秀 会念诗啊 好 不过这首我也会 门朝大矮 三河河水万年楼啊 火箭鬼 你们怎么也会这首诗啊 小宝 师父 师父也来飘戒 小宝 师父 原来你们也来拯救 这些被人推下火坑的 秦女子啊 你真是神通广大啊 我们柳州的秘密分舵 你也找得到 我刚才经过门口的时候 感受到一种正气 迎面扑来啊 然后再见到几位姑娘 哥哥脸上都流入出 高雅的气质 所以触动我的侧意之心 也就进来了 对 虽然他们沦落封尘 可是个个都怀着一颗热血担心 果然是出污泥而不臭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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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了替会内传递消息 筹目起义所需要的经费 才在这里卖艺不卖身的 各位为了国家民族 忍辱负重 我真的很心痛 来 拿着这些银票去做经费 再招揽意识吧 谢谢维乡主 谢谢维乡主 相信我们可以照顾 更多受苦难的姐妹了 当然了 一万两我可以去买五十个姑娘 早午晚轮流伺候我吃饭 洗澡 睡觉 再去茅房也行 早知道刚才到隔壁的医护院 不就没事了 用力一点 素闻维乡主年纪轻轻 可是为人输才仗义 今日一件果然是不同凡响 来 我给你介绍 这位是林兴朱兄弟 在台湾一直协助我 他为人忠心耿直 军师 你太过奖了 总队主 维乡主 你们好 你们好 维乡主 听外面几位姐妹说 是你自己亲自找到 我们柳州的秘密分布 维乡主 你真是神通广大 深不可测呀 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 是 深不可测 总队主啊 不如我们到密室祥谈 比较安全一点 好 你们此次云南之行 可以说是惊险重重啊 说得是啊 总队主 尽快这次有维乡主 带领我们指挥弱地 我们才能够化陷为夷 徐大哥 你别夸我了 这次我这个装打得那么好 全都是靠运气 小宝 你也不必太欠 你可以找到 吴三桂造反的证据 又拯救了 穆小公爷一干人等 令母王府上下以后 甘心听命于我们天地会 最后还平安逃出云南 你的确有几分本领啊 总之 在总舵主和伪乡主的 领导之下 我们的兄弟 对日后反清复明的信心 将会更大 斗志也一定会更高昂 对不对 不错 看来达子的气数也将尽了 老百姓就快有好日子过了 不错不错不错 回想当日在京城 我守小宝为徒的时候 我担心这个可能是我一生 最大的错事 谁知道刚刚相反 小宝 为师爷要向你道歉 师父 你别取笑我 只要你老人家笑口常开 我每天都这么开心 差点忘了 带师父去见一个人 那你愿不愿意 我哪有这个福分 难道我们有缘 我只是希望能好好地照顾你 转 小宝 过开 你干什么 我全听到了 你说什么 什么照顾 什么有缘 我只是离开一会儿 难道你们就这么对我 是什么忠什么乱什么气啊 卫乡主 你误会了 什么误会啊 我只不过是敬重双儿姑娘的 忠肝义胆 游胜须眉 所以我想跟她结拜为兄妹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吴大哥 坐坐坐 对不起 双儿 你也坐 那我也坐 我也坐 继续说 我只怕高攀不上吴大哥 我本来是一个流浪街头的乞丐 有什么高攀地旧的 除非是你嫌弃在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假如 两位不嫌弃的话 就让我们为你们两个做个见证吗 双儿 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陈总舵主 他愿意为你们做见证 这是你的福气啊 小宝 这位就是你告诉我 跟你青梅竹马中一两全的双儿姑娘 对 果然秀外会中聪明可人啊 陈总舵主 你别取笑我了 我不留习一生之中 有两个大恩人 第一个就是陈总舵主 昔日的当头棒喝 并在下改变一生 第二个就是双儿姑娘 当日一犯之恩 在下此生难忘 双儿姑娘 人生聚散无常 你和吴湘主是注定有缘的 那么成为吴大哥不弃 好 以后我们就以兄妹相称 这一时半刻 我身上没带什么 吴湘主送了一支羊枪给我 现在大哥转送给你 那怎么行啊 双儿姑娘 吴湘主一番盛情 你确实不公啊 收下吧 谢谢大哥 吴湘主处事出人意表 难怪你叫六七了 不知道剩下的那几七 在哪里呢 吴三贵这个大汉奸 居然想故技重施 勾结外敌来对付达子皇帝 行事实在不妙 这个奸贼只会为自己的私利谋算 根本就没有为天下百姓着想 只怕赶走达子之后 又来一个比达子更厉害的罗煞鬼 达子再坏也是黄皮肤黑头发 可是听说罗煞鬼 各个黄头发蓝眼睛 说起话来鸡里咕噜地跟鬼附身似的 而且他们的火枪很厉害 总作主和林兄弟 当年追随郑王爷 攻打台湾的时候 不是打败过红毛鬼的火枪吗 红毛鬼有火枪大炮 罗煞鬼也有火枪大炮 我们可以一样画葫芦 给罗煞鬼尝尝滋呗 微乡主 您脑筋真是又快又灵 当年红毛鬼的火枪的确很厉害 我们也损失了很多兄弟 不过后来我们发现 他们每放完一枪之后 都要停下来上火药 于是我们就趁这个时候冲上去 可是当我们一冲上去的时候 红毛鬼又再次放枪 当时我一怕 就滚到地上躲避 我以为军师一定会将我 以军法言办 谁知道 谁知道师父不但没责怪你 反而还夸你滚得好 跟着还叫你教教兄弟们 果然是军师的徒弟 明师出高徒啊 林大哥 你是我师父的部下 也可以说是强将之下无弱兵 哪里哪里 其实林兄弟 他懂得地堂刀法 所以趁敌方 在上火药的时候 滚到敌人面前 用大刀向敌人双腿砍去 当然我们连夜练习 到了第二天 我们就把红毛鬼子 杀了个片甲不留 整个战场 只留下一条条的红毛腿 好 杀得好 我们可以照样 对付罗煞鬼不就行了 不过这次的情况有别 地堂刀法只适宜进展 如果罗煞鬼拿大炮来对付我们 恐怕难以抵挡 我国帝大人多 要不是有汉奸内应 红毛鬼绝不会贸然来犯的 这么说 我们要尽快铲除 吴三桂这个大汉奸 那么罗煞鬼自然不会入侵中原了 可是 三凡一向是共同进退 吴相主 这次你回到广东 要密切监视尚可喜的行动 一声牵制之效 宗道主果然想得周到 宗道主 大哥 韭菜准备好了 好 请 请 请 小宝 你中的毒怎么样了 渭相主 你中了毒了吗 我上次中了神龙教的毒 一直不想让师父担心 所以才没说出来 可是我吃了师父给我的解药之后 现在体内的毒已经解清了 小宝 你刚刚才好 需要调理一下身子 来 你把这碗汤喝了 师父 弟子有双儿在身边 一直服侍周到 可是你在外面终日奔波劳碌 这碗汤 是双儿特地炖给你喝的 你一定要喝 小宝 为师一直没有好好地教你练功 过两天我也要离开了 你好好地保重啊 多带些兄弟在身边 必要是要他们保护你 师父 你要回台湾 不过 听说二公子对总道主存有偏见 屡次都想加害于你 冯夕范还多次向王爷进禅 不过军师这次真的不回去不行 董太夫人想费世子克赃 改立二公子为爵尾的继承人 老太婆最糊涂了 什么都不懂 被小白脸拍几仙马屁 就把他当宝 简直乌龟王不蛋 不许说粗话 事关重大 我一定要回去 希望可以说服王爷 师父 我说你还是别回去了 万一王爷真的立那个政客爽 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男子汉以大局为重 明知的危险 我也要回去 王爷以国事带我 我也当以国事报之 总道主 我看你要多带几个兄弟回去 不错 多带几个兄弟 有什么事也可以多一个照应 要不然带我去 我对付老太婆最有一手了 不许胡闹 台湾方面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们留在这里 一来监视吴三桂的行动 二来你们要保护小宝 知事 总道主 不要再说了 师父 弟子有件事 要私下向你禀告 师父 弟子看见你处处受委屈 都没办法帮你 如今 只要把碎羊皮孝敬你 这下碎羊皮是什么 全部都是从八部四十二章经 里取出来 为了这几部经书 不知道死了多少条人命 当今太后 皇上 敖拜 海大傅 西藏大喇嘛 以及神龙教洪教主 全都处心积虑想得到他 因为这些碎羊皮 隐藏着满清宝藏的大秘密 没想到传言是真的呀 师父 你也听过四十二章经的事啊 江湖上有一个传言 满清达子在关外有一个大宝藏 也是满清的龙脉所在呀 糟了 原来师父早就知道龙脉的事 那小璇子 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说的 小宝 复兴明事有望了 王爷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很高兴 师父 我把碎羊皮给你 就是不想要你再回台湾 你挖了宝藏之后 自己起义也好 自封为汪也好 总之不要再回台湾了 王爷带我恩中武山 我一定要誓死相报 师父 他们根本就不想反清复明 他们兄弟争位 无非就是想自己做皇帝吗 人生在世 受恩当报 王爷一生的志愿 就是要赶走达子 至于谁来做皇帝 这是后话 我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对王爷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师父 我往日见你 你都是精神奕奕的 为什么这次看到你 总是提到死字 你是不是怕政客爽谋害你 还是怕达子的江山太巩固 复兴大业本来就不容易 达子皇帝施政越来越稳当 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安稳 他们对前朝渐渐淡忘了 师父 既然这样 我们就别反了 那怎么行啊 江山是我们汉人的 怎么能让达子来占据呢 如今我们既然得到这宝藏图 复兴明事可能有啊 小宝 反清复明这个重任 要交你来承担了 师父 我半生乱七八糟 我不懂的 我得到这些碎羊皮 全都是靠运气 小宝 你把碎羊皮收好 你回到京城 想办法把它拼出来 然后把它记在心里面 之后就把它烧毁 一个人的运气时好时坏 不是一直都很顺利的 小宝 你要小心啊 师父 你说得对 就好比我赌牌九吧 我连着赢了八把了 是时候收手不赌了 这些碎羊皮 万一被人抢走了 岂不是全金覆没 这包碎羊皮 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身家性命 是万万不能输掉的 但愿我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我汉人恢复河山 师父 我这件宝衣刀枪不入 我几次大难不死全都是靠他 你带在身边吧 你担心为师有事 不是 我只是当一份礼物送给师父 你每次看到为师 已经送了很多银票给我 以为师的武功 如果对方还能走进我身边的话 这件宝衣已经保不住我的脑袋了 师父 小宝 你穿上吧 相信对你的用处更大 为乡主 你放心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军事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上船了 小宝 你要好好保重 师父 师父 你早来片刻就好了 会看到我男师父 你有没有听过 为人不识陈进南 就称英雄也枉然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当英雄 也不想见任何人 师父你不开心啊 这段时间 你跑哪儿去了 徒儿很担心你啊 小宝 跟我来 所以 Sheila 虎哥 还没想到 外面 平静 给你 denk着 待人 拍完 ا 电梯 一定 太不疏 客 discuss 9 给我们 看 好 适事伸手 接受挑战 但若上了顶风 心竟已浅边 从前无收事我